上课的话我都把它贴到那个我们的公告里面 所以理论上我们从起初到这个期末 总共目前有12次上课的那个上课的影片连结 所以如果你假设对于哪一次上课的比较不太清楚的话 那你其实回头还可以再看 因为有些东西可能看一次 做还是会卡卡的 那卡在哪个地方其实你解掉就OK了 其实并没有太困难 但就是说你一定要确定说你哪个地方是不懂的 不懂的部分把它解掉就好 比如上个礼拜的部分 黑名单筛选 那其实我们用了几个 这个重要的观念 其实也是里面的功能 第一个函数就是conif OK 那为什么用conif可以去做那个黑名单的比对 那其实主要是用到就是说两个 因为conif它其实就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哪个范围 一个参数是找什么 如果哪一个 所以我们其实有点是 第一个参数给什么 给黑名单嘛 第二个参数就给你要找的东西 如果找假设有的话是一嘛 至少一个啦 不会重复 如果没有的话就零 利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可以 帮我们找到我们要的资料 那当然就可以解决什么 解决就是你用人工的方式去比对啦 因为如果假设你不会抗衣服说真的 真的非常麻烦 因为以前人工比对 很浪费时间耶 如果一千个黑名单 那你只要比一千次 而且那个黑名单里面 像我提供给各位是两万多比 那当然也有可能更多 有可能二十万 可能有可能 甚至更多 那你要比对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花时间 那比对完之后的话可能还要用筛选 那为什么用筛选 因为我要留下一的部分 零的不要 OK 那你说老师用排序 也可以 只是排序我觉得有时候比较会破坏 它原来的顺序啦 反而我觉得没有筛选这么的简洁啦 OK 当然你说老师呢 我用排序也可以做出结果来 反正也可以啦 只是说有的时候 尽可能你要找一个功能是比较 不会造成你另外一个麻烦的 的这个动作啦 不然的话你可能因为你做了这个排序 然后你又要重新排列 排列完之后你排不回去的话 那岂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做完之后希望下一次 不要每一次只要又要捞 又要查 那你又要再花时间 所以呢 我们最后其实是希望一键完成 就一个按钮 所以要怎么把这个动作 不要重复做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录制聚集 OK 所以期末的部分 我是希望说 多看到一些跟其中不一样的部分 最大的不一样 其实就是说你们可以 至少写一点程式 那程式当然可以分两部分 一个是录制的 一个是自己写的 当然也许很多人说 老师我VPA不行 我其实我第一次接触VPA 这种程式 那我怎么可以写得出要 所以你可以通过录制的 至少你会录嘛 OK 另外有一些可能是 可能非理学院同学 可能有人完全没接触的话 那没有关系 你至少就是说你要有程式 那至于说呢 你录得好坏 我觉得另当别论 反正你就是做 那做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错误 反正你尽量去解吧 那你说老师我现在是 尽了很大的努力 最后还是解不出来 我报告可能只有完成一半 怎么办 没关系啦 你 因为我们有心得报告 你 假设你程式不OK 你至少文字叙述OK吧 对你可以写 你说老师我这部分 可能暂时在 角角期限内 还没办法完成 但是呢 我还是会持续 把这个问题解出来 那你可以叙述一下 你可以设个目标 至少让我觉得 你是有一个 方向 持续学习 甚至 我会觉得你是会进步的 那也OK 没有关系 因为 我们这个课是 全校性的 当然有一些同学 程度是比较好的 有些同学可能 以前没学过 那没关系 我觉得 是可以期待的啦 那至少你要知道说 你在毕业之前 你一定要有那个关系 以后呢 你再处理资料 千万不要涂法链钢就好了 不要说你一毕业 人家说你要做一些 比较有效率事 结果你做的完全没效率 人家当然会觉得说 你不是你们这个年 你们这个年代的人 不是应该 都要会吗 OK 所以 尽量 就是 把那个 录制聚集的部分 做出来 那另外还有一点 我觉得 蛮重要的 就是说你程式里面 录完之后 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注解 那注解当然用你习惯的 方式去注 注解就前面加单引号 你就把程式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做这些动作 每个动作也许加一个注解啦 至少你将来回头看 至少你看得懂 另外的话别人看 比如说我看你的 你的报告 那你的程式里 你都有加注解 而且你其实还蛮清楚的 而且蛮有条理的 SOP都很清楚 那表示说你其实是真的懂 OK 当然有些地方 你假设 实在是做不出来 你可以说明一下 甚至说你可以 定一个目标 你现在写不出来没关 你可以在其中 这个 期末报告 之前 也许你 完成了第1阶段 开个头 然后后面的话 你可能有一些规划 可能你后面 想要再做什么事情 然后完成你可能有一些 想做的事情 但是暂时还做不出来 没关系 你可以有一个规划 愿景也没关系 你可以叙述一下你的愿景 就像说 我最早跟大家讲过 因为我本科系是国文系 OK 我是国文系毕业的 师大国文所毕业的 OK 我跟各位讲过吗 没有 没有 OK 可能在别人讲 我不是本科系的 那你说老师 你最早会怎么学 我那个年代 其实我有个很大的 冲击 就是我有一次到 是图书馆去查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 因为以前要 做报告 红楼梦 然后要查 哪一个人民的 相关的 资料 然后 红楼梦100万字 那100万字 各位知道 一直翻你要找那个人民 从头翻到尾你要多久 一个月可能都查不完 后来我就看到一套系统 那时候DOS 他可以做检索 输入关键字 居然可以把那个人的所有 比如贾宝玉 他把所有人民的索引 通通列出来 我简直下代 那个年代 你现在应该觉得很习惯 那个年代 你会觉得 简直是 太了得的东西了 我就觉得突然 感觉这东西太棒了 所以那也是我 开始学习 电脑的开始 因为我觉得 这东西 如果未来 通通可以把所有的 经典 通通都做成 查询系统的话 以后我不需要 特别还花时间去翻阅 因为你知道那个这个中国的古籍 动不动都百万字 千万字 像世故全书还有八亿字 天哪八亿字怎么查 你一辈子 你看都看不完 对 更不要说你要检索了 OK 所以 如果有电脑 那你活在电 你这个时代 那你说以前古人为什么不行 要花 像 这些世故全书至少动用了 四千个文人 OK 四千个文人编完 那问题你这个年代哪有四千个 你找四个人很厉害 都不太可能 但是你现在有电脑 你可以做以前的人做不到的事情 电脑真的太棒的东西 你可以在瞬间 把你想要找的资料 通通找出来 并且知道它出自于哪个地方 那简直是太棒的事情 所以 这个当然也是我最早 我会花时间在这方面的原因 OK 我并不是说我今天 我特别想要学这东西 毕竟我知道说这是工具 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 说真的 这个年代真的也不好 不好那个 OK 你要善用嘛 这年代 就像手机嘛 你要善用手机嘛 对 很好用的东西 如果现在出门 没带钱包没关系 但是没有带手机好像真的不行 因为所有东西付费其实 可以用手机来付费 OK 甚至你可以做节育也可以用手机嘛 像比如说 悠游 那个悠游 配嘛 是不是 他 不过今天好像当机 今天好像有人卡 卡在那个 出不来 因为那个 他的App当机 所以你要出 要刷的时候没办法刷 那我是有开通一下 我发现还蛮好用的 但是他必须要 等于是把手机当成一个 悠游卡来用 OK 好啦那当然 这个只是一个方向 跟各位说一下 那其他的话 当然就改成VBA啦 不过这个聚集跟VBA最大的差别 应该上个拜 有举一些例子 你可以看到啦 如果聚集的话 其实写了一大堆 录下来 层次一大堆 那里面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是 记录你的滑鼠 的动作 或键盘的动作 所以 它会产生一些 像 Select Select 就是你滑鼠 选到哪里 然后会产生一个叫Selection的一个 物件 当然如果你自己写的话就不用Select 反正就指那个东西 那个物件 所以呢 物件的话你就告诉他 比如Range A1 就指的是那个Range A 你不用再Select 再Selection OK 所以其实 可以让程式变得非常的精简 上个礼拜其实 我们有做了蛮多程式的精简 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在第四单元里面 其实都有完整的程式嘛 所以你们回去 假如要复习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从头到尾再做一遍 开一个空白档 录制的东西这边有 我其实有 1到8 那后面这边有注解 OK 当然既然建议各位可以类似的方法 但你说这个注解的内容 是不是要打得跟我一样 没有 没关系 你打你自己看得懂的文字叙述 都可以 哪怕你想要多打一些字也没关 因为我打得很精简 你可以多打一些字 因为之前有同学有些地方不太懂 他可以叙述多一点 也OK 所以这个注解 将来也是报告的一部分 我将来会看一下你们的注解 是不是 你会把他打上去 至少 你打 其实我大概知道你到底 懂不懂这个程式的意思 那底下就是对应的程式嘛 所以你可以藉由这个 聚集的录制加上聚集的注解 稍微观察一下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你要写一个 VBA的程式的话 其实大体上 就是透过一些物件的操作 物件的话指的是 比如许词 哪一个许词 这个查询名单 那后面其实有个动作 Denslate 就是游标点他 OK 有没有 这个Range B2 就是储存格 B2的储存格 Denslate 然后面加上什么呢 它的Formula Formula就公式 那R1 C1指的是相对的位置 OK 至于什么叫R1 C1 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搜寻一下 或者坊间书籍也蛮多在 在讲的 但是我不推荐用R1 C1 因为这实在是太不人性化了 所以我像我习惯写 我就直接丢公司给他 我不要用R1 C1 因为 实在是太难懂了 OK 其他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自己再商量 Copy的话 其实也是类似 不过 录制的话 有Copy跟Pass 可是如果你自己写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直接Copy到哪里就好了 因为没有Pass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就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反而精简太多了 那Auto Filter的话 其实指的是筛选 至于相关的细节 其实我上礼拜都讲了 这礼拜我就不赘述了 所以你们自己 回去再 看一下影片的部分在这边 OK 然后当然如果你假设 一定还是有问题的话 欢迎各位在那个影片下方 可以留言一下 因为 跟我互动也是算是 你们成绩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假设 你有问问题 我大概知道一下 你是谁 然后 至少 我知道 你有在花时间努力在这个部分 OK 至少 有 OK 好啦 反正就这样 至于说你要不要订阅我不重要 你要不要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都是其次的 可是当然你有做我是很开心 OK 只是虚弱 但我不是网红 跟各位讲 我只是利用YouTube 在这个平台放我的影片而已 OK 然后 当然我订阅人数其实也不算少 我发现好像 像我这个频道是大概一万多 另外有个频道大概快四万 我发现要破万好像不那么简单 但是我频道 我不止一个频道 我几乎破万好像其实 也没那么困难 因为我看好像有些人 拍片拍得很认真 奇怪为什么连破万都没有 像我最近看 因为我下个月 想要去日本玩 因为太久没去了 就开始看要去哪边玩 然后看了 有人拍那个 富士山的什么 何口福吧 我发现那个YouTube 拍得很认真 看一下他订阅人数 吓一跳 你拍这么好才2000多而已 后来我发现 原来是男生 男生就不意外了 OK 真的 奇怪 我都觉得说 很多那个男生的YouTube 拍得都非常认真 但是很奇怪 订阅人数怎么都少少的 但是如果 女生好像就不一样 女生好像影片没几个 内容也不怎么样 随便就破坏了 这简直是不太公平 OK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有一些其他的相关资源 你们可以再善加利用 还有程式码都在上面 你即便 你实在是写不出来没关系 你可以把我的程式贴上 比对一下 看看有没有哪些地方错误 因为我刚刚讲过 程式就这样了 一个字都不能错 错了你就是 把它找出来 那怎么样找出来 最简单 其实就拿我的当范本 你贴在上面 比较一下 你就知道哪边打错了 反正以后 只要遇到错误 找到对的版本 比较一下最快 大家如果找不到 有正确版本的话 那变成你要自己去找 找问题 当然这相对是比较辛苦的 好 那今天的话当然 剩下两次上课 所以我是想说 有没有哪一些 可能可以各位 因为其实 范例蛮多的 但是 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 每一个都 巨细迷的讲 所以 如果你假设 对于 有一些范例 我都没讲过的话 其实我讲过你论 论坛里面其实 因为之前上课18周 时间可能比较多 所以 有一些内容 可能有些有讲也没讲 上课没讲到 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论坛里面的影片 自己再增加一些 可能那个 程式的 一个 基本知识 然后再做报告 可能会 相对的 会比较顺利一些些 因为毕竟呢 我们 这个学习的时数 其实真的太短 而且 只有两个 两个学分 说真的要讲 非常多东西 倒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所以 变成我就抓 可能目前 大家最需要的一个内容 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分享一些 那也是我的一个心得 你说这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也是我自己顺着我自己的感觉 把这个程式 写出来的 每一个 每一行的程式 都是我自己写的 绝对没有抄袭别的东西 你说 为什么要这样写出来 反正花时间 按照这些逻辑 把它推出来的 OK 那有些东西 真的还书里面 真的还找不到答案的 我觉得这样写 更好 那我就把它用这样的方式叙述一下 那今天的话 也许 我们换一个 也许请各位 帮我看一下 那个 一样第四个单元 第四个单元里面的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外汇 提交 这个 你们看一下 这个 外汇的这个好了 外汇 这个 汇率历史资料 与折线图 那这里的话 其实第1个 我们会需要一个原始资料 也是来自于那个开放 开放平台 就是政府的开放 资料里面 有一个 每日 外汇 参考汇率 的一个 资料来源 所以在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 就这个资料 那里面的话 我们另外有把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匹别列举出来 然后它是一个 CSV档 你可以检视一下 它是一个big5的 然后 总共 的话 这底下有个连结 那当然 第一个我们前面讲过 我需要把它爬下来 爬下来用cretable 就可以了 那特别主要这个big5 big5的话 好像我们那个 编码方常用950 然后 把资料抓下来 第一步 那这一题的重点 当然就复习一下 如何抓资料 所以汇率下载 把它 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的话 第二个 其实我重点是希望 把它绘制折线图 当然 总共有几个汇率 总共有 包含美元 新台币 人民币 欧元 然后美元 对日元 英镑对美元 等等 这么多的 那我是希望 可不可以 每一个都帮我 画个图出来 画什么图呢 画这个折线图 那并且 可以把它列在同一个 纵向栏 的位置 那至于怎么做 其实当然 不外乎 你可以用什么 用我们之前教过这个 query table 其实最简单 当然如果你是最新的版本 2016以后的话 它其实又有 叫query 的这个物件 不过我是觉得 用起来我觉得到 没有很好用 不太推荐 反而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新版的 你录下来的程式 变得好冗长 而且很麻烦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 如果你要下载资料的话 你干脆用这个叫 query table 其实重点就是 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query table query table 的一个 这个物件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有个 add 增加一个连线 因为要连到网路上 把资料抓下来 OK 然后抓下来直接放在 Distination 就是 A1的 储存格位置 OK 所以第1步下载 第2步的话 其实我们是要 画一个折线图 那你说老师 那我画折线图 我不会画 没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录制的 再来修改 然后再画一个 人民币 在下面 你说为什么画两个 因为我希望全部 那你怎么知道 画两个就可以 因为其实你可以推敲 一个画得出来 下一个 其实就可以推的 OK 然后最后把它删掉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练习 今天的话也许 就是来练习 画多个图在一个工作表里面的一个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第1步 先 开 他不过这个没有练习题 所以请各位 自己先开一个Excel 空白的 然后空白之后的话 第二步的话 我们要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抓下来的话 一样 开启 那个什么 开发人员 OK 你说老师 老师那我可以直接下载就好了 直接下载 这边有download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打开 其实那也可以啦 不过我不 不希望说你用土法链钢 如果可以那用爬的嘛 就让你们报告 如果可以的话 你找一个 可以直接爬下来 好 但你说老师我直接 打开 来做 也是可以啦 跳过那个爬虫 可是我是希望说你 只要 能够用 非人工的方式完成 那就尽量用非人工 就是用程式来完成 最好的 所以第一步 先开一个空白的 然后把 开发人员打开 第二步的话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里面就是要去抓 抓什么 抓那个档案 放在我的 A1出生格延伸出去的 范围 所以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把 刚刚的那一段程式 我刚刚有跟各位讲 就这一段 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个 Sub 汇率下载 Ctrl C好了 一直到 Sub跟Sub 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模组里面 然后接下来的话 把字放大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把它制造 14好了 14看起来 比较清楚 OK 好 接下来的话 就加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的话 就是 在那个 TEST分号后面 这边 把那个网址贴上 第二个的话 这个叫 Pattern Form 就是它的 编码方式 输入950就可以 所以 把它贴上之后 接下来把网址 网址在哪里 网址其实就是这个 简式 这边有一串这里 OK 然后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 分号后面贴上 好有网址了 然后 这边的话 如果BIG5 是950 那UTF8 就65001 这个前面讲过 好 程式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就直接按它一下 有没有把资料抓下来呢 看一下 有了 有没有看到 资料呢 就从那个 开放资料端 直接下载 当然如果你假设 你编码方式写错 比如65001 这是UTF8 如果这样执行 它应该会变乱 没关系 反正我讲过 目前知道的 大概就是两个 要不就是65001 要不就是950 950再乱一下 OK 你可以看到 他就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 4月6号 一直到 5月23 5月23 就昨天 的那个 最近 应该是一个多月的汇率 帮我把它列出来了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你要 去 OK 比如你要美元 比如说你要换汇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一下 最近好像美元 有慢慢往上一点点 但好像又掉下来了 OK 可是问题你这样看 其实那也可以看出来一个端倪 可是问题 如果画个图会更好 所以我希望 待会请你把这个美元的汇率 画成一个折线图 画的位置 也许帮我把它放在这边好了 大概长得就像这样 所以 再来的话 把资料抓下来之后 画个图吧 画在哪里 也许隔一个L栏 空白 然后从M M栏一直到V栏 大概10栏 然后列的话大概10栏 10栏10栏的这个宽 更高 然后帮我画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折线图 怎么样画 画一个OK 画第二个 也OK的话 那其实全部都可以把它画出来了 你这样感觉其实还蛮好 按下去自动把那个 折线的画出来 你就看图 一定会比看数字 来得更好理解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部分下载的部分 先试试看 OK